第四百四十九章 斗黑煞队 这列普赛又死不了人 大不了被痛打一顿 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心中这般想着 那十五名气息虚弱的新生 也是抬起头来 恶狠狠地盯着树干上的沙铁五人 心中再没有丝毫的惧怕 呵呵 有骨气 既然如此 那便让我黑煞队来试试 你们这一届惊动了全内院的新生 究竟有何了不得之处 望着那面对强队 竟然依然未有丝毫胆怯 反而将人心调动起来的萧炎 傻铁眼中略过一抹惊异 微微点了点头 虽然萧炎的反抗 会给她带来一点麻烦 可常年混迹在内院竞技场的她 对于这种刚硬的骨结 却是打心底的佩服 至少先前白身的那番抛弃同伴 独自离去的举动 颇胀的她有些不齿 当然 这些话都是仅仅只存在内心中 自然不会说出来 随着沙铁的话语落下 五股雄厚气势 自五人体内暴涌而出 最后 弥漫在这一片空地之上 强烈的威压 让得刚刚上海市满心战役的新生们 略微心沉了一下 感受着从半空弥漫而下的气势 消炎深吐了一口气 偏头对着众人沉声道 你们小心点 那个沙铁我来应付 消炎哥哥 那个沙铁 恐怕都已经一脚进入斗林级别了 正常比试 你取胜的机会或许并不大 可若是要像选马赛那样 强行提升实力 对身体的摧残 实在大了些呀 柳梅微咒 勋而担心地说道 她非常清楚 当日消炎将实力提升到 足以和斗林强者相抗衡的地步后 体内受到了何种创伤 若非是正好那日侥幸提升了等级 恐怕至少的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方才能够恢复巅峰状态 哈哈 没事 我尽量不强行提升实力 凭借其他的东西倒也是能与她相战 消炎摆了摆手 她也清楚 天火三旋变 虽然能够让得她将实力 短时间地提升到与斗林强者相抗衡的地步 可一伙在刹那间所爆发出来的狂暴能量 对身体内部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摧残 因此 能够不使用的话 她自然是不会动用它 再者 就算不使用天火三旋变 她也自信 不会几个回合便失败在沙铁手中 嗯 那你小心点 乔德消炎坚持 迅尔只得点了点头 目光投向树干上的五人轻声道 虎家和吴浩经过先前的战斗已经有些虚弱了 他们现在恐怕仅仅只能勉强应付一人 而且胜负还不好说 我也能挡住一人 可对方却还剩一人 一旁听得勋儿的话 虎家两人都是无奈的点了点头 毕竟他这话说的也是属实啊 我倒是要好些 可吴浩经过先前于修炎的那般硬打 斗技恐怕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虽然有着消炎的丹药所住 不过这般短时间内定然是不能完全回复 而且这次的几个对手都不比修炎弱呀 虎家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们不用太过担心 至少十分钟内他败不了我 吴浩低沉地说道 倒是对方最后一人 看来只能先让其他亲生拦住了 放心吧 虽然现在我们也是斗气所剩无几 可毕竟人数还多着呢 短时间内那家伙也搞不定我们 只要消炎学长你们之中有一个人 能够先解决掉对手 那么这场战斗 我们便是能够反战上风了 听得勋儿等人的谈话 一名新生笑了笑 率先开口说道 是啊 我们能暂时阻拦一下 不过战斗的最后胜率决策权 还是在消炎学长你们手中 以我们现在的状态 恐怕还真难以打败一名五六星的大斗师 毕竟我们实力也就仅仅是在八九星斗师而已 其他的一些新生也是笑着附和道 消炎微微点了点头笑道 那么既然如此便拜托诸位了 只要将对方多余的一个人拦住 我们会尽力的打败对方 腾出手来 祝你们 是 空地上 十五名新生其一生应和 十五股八九星斗师的气势 从他们体内弥漫而出 倒也是一股颇为可观的势力了 加油 消炎学长 打败他们 在空地两旁 不少失去了战斗力的新生 也是艰难地支撑起身体 大声喊着 为消炎等人助威 乔得己方士气高涨 消炎的脸庞上 也是扬上一抹笑容 手掌紧握着玄仲齿 与熏儿三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玄机四人身形猛然地对着四个方向射出 消炎我来对付 其他一人一个 多处的人解决掉哪些新生 然后速速转换目标 在四人分开而退时 沙铁一挥手 沉声喝道 是 四道低沉的声音整齐响起 随着阴落 五道身影皆是清点树干 玄机化为黑影 犹如黑夜中捕食猎物的蝙蝠一般 闪躲而下 两个呼吸间 便是各自出现在了分开而退的消炎四人面前 另外一人 则是犹如陨石一般 净直砸向了十五名新生队伍之中 凶悍斗气 顿时抱涌而出 脚掌重重地搓在地面上 将前冲的身体停止了下来 硝烟微眯着毛子望着出现在面前的沙铁 对方那高壮的有些另类的身材 炎炎所透发而出的压迫气息 令得硝烟眉头紧皱了起来 这个家伙的确是个禁敌呀 战斗要开始了 我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对你抱有轻视心理 因为只要存在这种心理的人 一般在那远竞技场是赚不到什么火能的 所以能够在竞技场混得不错的人 基本上都懂得狮子驳兔的道理 微微扭了扭脖子 一股略微有些偏向暗金色的斗气 缓缓自沙铁体内渗透而出 最后竟然是将其渲染得 犹如一尊金锁所住的金刚一般 极具视觉压迫 金锡斗气 这家伙竟然修炼的是这般属性的斗气 乔德沙铁体表的暗金斗气 硝烟眉头一条 这种斗气颇为少见 不过攻击力与防御力却是极为强横 若非是因为修炼这种斗气的人 敏捷迟钝的话 恐怕还真是一种急让得人头痛的对手 沙铁并未手持任何武器 很明显 他是属于近身肉搏战的强者 分辨了对方的攻击模式 硝烟脸色略为缓和了一点 正好他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 如此对战起来的话 倒是能够将自己所擅长的战斗模式 发挥到极致 手中的玄重齿重重地插在地面之上 感受着重齿离手后 体内奔腾涌动的浑厚痘气 硝烟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青色痘气自体内生腾而出 偶尔痘气翻腾间 会闪出淡淡火苗 不过火苗出现之后一闪便是 因此在青色痘气的掩盖下 倒是极难发现 六星大斗师 难怪能打败苏小 这种实力已经能够比得上 那些进入内院一年左右的老生了 感受着自硝烟体内涌出的气势 沙铁略有些恍然 玄机说道 不过光凭这一等级便是想要将我击败 恐怕难度不小啊 冲着硝烟咧嘴一笑 沙铁双拳轻轻碰撞着 竟然是发出清脆的金铁香蕉机的声响 试试不就知道了 硝烟淡淡地笑了笑 脚掌缓缓地摩擦在地面上 身体略微沉寂 旋即犹如上弦的弓箭一般 突然地紧绷了起来 脚后跟一落地 青色斗气在脚掌处抱涌而出 随着一道清脆的能量炸响声响起 硝烟的身形化为一道模糊黑影 转瞬间欺进了沙铁 乔德硝烟竟然采取近身肉搏的方式 沙铁脸庞上涌上一抹冷笑 硕大的拳头紧紧而握 手肘一拐 暗金色的斗气急速凝聚 最后狠狠地对着 已经闪电般出现在身旁的黑影砸了下去 肘肩所蕴含的进风直接撕裂了空气 一股无形劲气在间隔地面上还有好几尺距离时 便是将之震出了一个两寸深的坑痕 感受着自头顶上传来的尖锐破风声 硝烟脸庞不变 手臂突然上升 拳头之上青色的能量脚质层急速蔓延 最后与砂铁的肘筋硬生生地撞在了一起 低沉的闷响声在两者交接处响起 唇头上涌下来的强猛劲气 将硝烟的身体压得低了一分 脸色依然保持着淡漠 左手闪电般的探出 在间隔沙铁胸膛一尺距离时突然停住 宣迹无形劲气扑天盖地地抱涌而出 吹火掌 硝烟几年之前便是学会的斗技 而以他如今的实力 施展吹火掌所涌出的劲气 已经足以镇伤大斗尸强者 而再非以前那般只能将人吹得东倒西歪 无形劲气在砂铁胸口处爆炸了开来 顿时后者身体几个晃动 在那爆炸开的气劲之下 他脚步竟然是向后退了两步 稀奇古怪的斗技层出不穷 硝烟你还真是越来越让我期待了 不过这些旁门左道对于我却并无太大的实际作用 所以拿出你的真本事来吧 手掌拍了拍胸口 一阵腔腔的声音传出 沙铁冷喝道 望着若无其事的沙铁 硝烟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脸色逐渐凝重 双掌微旋 片刻之后轻易的青色火焰扑腾了出来 就在硝烟掌心青色火焰冒腾而出的刹那 茫茫临海上 那两位犹如看戏一般的老人 眼眸突然睁开 震惊地尸声道 五十章 争分夺秒 眼睛死死地盯着硝烟掌心生腾的青色火焰 在这东西出来的刹那 沙铁明显感觉到林间的温度突然间升高了许多 当下脸膛多了一分凝重 有些惊异地望着硝烟 问道 你是炼药师 在斗气大陆上 能够召唤出石质火焰的仅有两种可能 一种便是炼药师从各种各样的火系魔兽体内 或者天地间中取得火种 然后炼为己用 另外一种便是修炼火属性斗气的强者 只不过光靠斗气凝化成的石质火焰 那可至少是要斗王级别才能够勉强办到 当然事无绝对 青色火焰从手掌处向上蔓延 最后飞快地将两条手臂都是包裹在了其中 微微抬头 漆黑的毛子中时不时地掠过青色火焰 脚掌再度轰然踏地 只听得一道清脆闷响 硝烟身形化为一道淡青色的影子 携带着炙热高温 静止对着沙铁暴冲而去 迎面扑来的高温气息让得沙铁眉头紧照 虽然他并不知道 硝烟召唤出来的青色火焰究竟是什么类型的 可从周围逐渐变得高起来的温度中便是可以模糊地猜到 这火焰的威力定然不会弱 身体如铁塔一般地矗立在原地 沙铁没有选择躲避 精细斗气赋予了他强大的攻击力与防御力 却剥夺了他的敏捷 他知道 就算自己想要闪避 可绝技跑不开硝烟的攻击 既然如此 那又何必做着无用之功 反而会将自己的破绽暴露出来的举动呢 炙热气息越加接近 沙铁嘴中发出一道利鹤之声 暗金色的斗气猛然地自己体内抱涌而出 金光暴舍间 一副几乎将沙铁全身上下任何部位 都是包裹在其中的暗金斗气铠甲 迅速地蔓延而出 最后将沙铁包裹而尽 一眼看去 就像是一个金属所住的金人一般 斗气铠甲出现之后 那炙热的气息方才消减了一些 沙铁那如金属般的巨掌缓缓紧握 最后没有半点花哨 也没有任何招式地直直轰击而出 沙铁的拳头虽然并未有着什么招式变化 可其上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却是直接将硝烟周身的空间 尽数弥漫在其中 此时绝对的力量能获了一切 脸庞紧绷着 硝烟体内气圈之内的斗精不断地颤抖着 一波波强横的斗气被喷吐而出 最后飞快地流转在经脉中 给硝烟带来充盈的战斗力 拳头之上青色火焰急速营绕着 最后猛然击出 与沙铁的拳头不偏不倚地重重撞在了一起 顿时间 一股进气涟漪从两人中心蔓延而出 将临近两人的几棵大树震得裂开了几道缝隙 变得摇摇欲坠了起来 拳头之上传来的凶悍劲气令得硝烟击了两步 而反观沙铁却仅仅只是身体颤抖了几下 看来在纯粹的力量比拼之下 硝烟与沙铁相比依然是要差上一些 当然虽然硝烟被震退了两步 可沙铁却同样是略微有些不太好受 硝烟拳头之上的青色火焰 扔得他吃足了苦头 先前的对碰若非是有着斗气铠甲的隔绝 恐怕他的拳头会被轰烤得中上了好几圈 然而饶是如此 现在沙铁的拳头依然是隐隐有着炙热的疼痛 目光隐晦地扫过硝烟手中的青色火焰 沙铁心中掠过些许震惊 炼药师的火焰他以前并非是没有见过 甚至还在竞技场与一些炼药师的学生战斗过 可那些学生召唤出来的火焰 基本不可能穿透斗气铠甲 给他造成半点伤害 然而如今硝烟那手中奇异的青色火焰 却是有着这般恐怖奇效 这不得不让沙铁的心中心存一抹凝重 在沙铁心中的念头飞速转动时 硝烟确实再度地柔身突上 只不过现在他却是放弃了硬碰硬 而是开始借助着自己敏捷之力 有种鬼魅一般不断地在沙铁周身闪躲 双拳时不时地带起青色火焰轰击而出 在空旷的林地中带起腔腔的金铁相碰声音 对于硝烟那近乎怜悯不断的攻击 沙铁并未有着太大的反应 能避则避 不能避便是硬扛而下 偶尔间重拳挥动 其上越加沉重的力量之感 令得硝烟不得不抽身躲避 在硝烟与沙铁战斗越加火爆之时 其他的几处也是逐步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或许是因为先前已经战斗了一番的缘故 因此虎家与吴浩在战斗进行了将近六七分钟左右后 弥漫体表的斗技终于是开始有些暗淡了下来 虎家倒是要稍好一些 可吴浩却是已经因为斗气的减弱 而导致力量速度闪避等等大幅的下降 从而几乎已经开始被那名黑煞队的队员 完全压在了下风 若非是吴浩攻击间的杀掠气息太重 那名黑煞队的队员有些担心受重创的话 恐怕吴浩的战斗还会更加艰难 与这边的两人略有些占下风的情况相比 薛尔倒是完全相反 双掌尖金金光爆射 身形飘逸如玉璃青烟 攻击速度也是快的带出了道道残影 或许因为他也清楚吴浩与虎家支撑不了多久的缘故 因此再没有丝毫保存实力的想法 偶尔间施展出强横的斗技 便是会将对手逼得显向还生 若非是因为战斗经验丰富的话 恐怕这名倒霉的黑煞队队员将会是第一个落败的人 在这三处战圈之外 还有一处最混乱的战圈 那便是15名新生与最后一名黑煞队成员的战斗 虽然新生人数占多 可因为先前与苏孝三支队伍火拼的缘故 15人都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受伤 而且如今再遇到一名实力足足在五星大斗师左右的强者 自然是不可能取得胜利 因此这才仅仅不到10分钟时间 15人的新生便是有5人被哪名黑煞队的成员震伤退出了战圈 其余10人也只能凭借着配合勉强支撑着 不过他们之间的配合明显谈不上默契 因此每隔三两分钟的时间便是会被对手寻找出破绽 然后被击伤的失去了战斗力 整片空地之上五处战圈中 虎家 吴昊以及新生三处都是占据着不利方位 萧衍凭借着一伙倒是能与沙铁抗衡一会儿 不过想要取胜若是没有决定性的一击的话 定然也是不可能 所以五处战圈只有勋儿那一处是完全的处于上风 现在的战场便是得要看究竟是哪一方能够有人先腾出手来 只要能够有着一人提前半分钟击败对手 那么这场战斗或许便是会迅速地将胜利指针偏向他们那一边 对于这一点 场中几乎包括了那些没有参战的新生都是明白 因此他们的目光都是紧紧地盯着吴昊与勋儿这两处战圈 因为这里将会是最先胜利或者最先失败的两处战圈 弥漫周身的血气斗气越加暗淡了一些 显然吴昊的斗气已经开始进入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先前与勇岩的战斗已经耗尽了他的气力 现在又是这般高负荷的战斗 就算是刚才服用了硝烟的一枚回气丹 也是开始有些支撑不住了 手中血色重剑狠狠地对着对手劈去 不过这般力度却是直接被对方轻松避开 身形一错便是出现在吴昊左侧 手刀带起尖锐的劲气劈在吴昊手腕之处 顿时血色重剑脱手而出 那名黑煞队的成员得意地冷笑了一声 双掌斗气营绕 玄契重重地对着吴昊胸膛轰了过去 看这声势若是被击中的话 吴昊恐怕就得率先落败了 在众人的焦急注视下 拳头与吴昊的距离越加接近了 然而就在拳头即将轰上吴昊身体时 脸庞略有些灰暗的吴昊却是眼目突然一睁 两道血流自其鼻中流出 一股浓郁的杀掠体系 自己体内犹如回光返照一般抱涌而出 低沉的吼声在其喉咙间响起 双掌上原本黯淡的血色斗气 再度变得阴红起来 手掌紧握轰然轰出 双拳交轰 沉闷的声响在空地中回荡不休 吴昊肩膀一阵俱颤 而那位黑煞队成员却是一道闷横 一缕血迹从嘴角流逸而下 双脚搓着地面连退了好几步后 方才将身形稳住 抬起头来 惊怒交加地望着脸色苍白了许多的吴昊 显然前者应该是施展了某种透支力量的秘法 方才在这一瞬间中爆发出这等力量 不过看吴昊的脸色 似乎这种透支的秘法 现在的他根本不可能再动用第二次 哼 那名黑煞队成员也是瞧出了 已经强弩之末的吴昊 当下冷哼了一声 强行压制住体内伤势 身体化为一道黑影 再度对着吴昊抱射而去 就在他间隔吴昊仅有不到五米距离时 一道黑影突然射来 那名黑煞队成员一惊 前冲身影一顿 旋即急忙退后了两步 随着他的后退 黑影也是重重的砸落在地面上 那名黑煞队的成员眼睛一瞟 脸色确实变了 原来这黑影竟然便是先前与勋而对战之人 心中掠过一抹悍然 他急忙抬头一看 只见得那在吴昊身旁 一名轻衣少女正淡默而立 掌心间